大家好 欢迎收看千朵手工米珠绣制教程 材料包里有两种针 细长为珠针短促为缝合针 我们取细长针来绣米珠 绣线由六股组成 我们取其中一根 穿过针眼对折 请一定按此方法穿针穿线 起头时我们留两厘米压住 后面的线压住线头就可以 起头不用打结 我们可以从任意地方开始绣制 珠绣只用绣半针就可以 在每一个色块上绣一颗珠子即可 保持珠子方向一致就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从右上角出针 穿一颗米珠 再从左下角进针 绣了两三针以后背面线头就压住了 因为米珠很小所以珠针很细 大家绣制过程中一定要轻一点 如果遇到打结一定将打结处解开 使用针的时候一定直进直出 不要过度弯曲 这样才可以顺利完成作品 绣制时不仅可以右下角到左上角方向 也可以左下到右上 只需要正面方向保持一致就可以 背面走线乱一点点没有关系 整个绣制过程中不管图案如何 每一颗珠子都和第一颗方向一样就可以了 绣完一段以后如何结尾呢 将绣片翻到背面 穿过去三四格直接剪掉即可 如果不清楚地方 欢迎联系千斗客服